今天表妹跟我说 她工资涨了150块钱 两年才涨了150块钱 她就是我们这边 应该是第二大的企业了 在那里上班的 是吧 她说今年形势非常严峻 生意比较难 就是销售数据不是很好 今年这个疫情影响真的非常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基础的东西应该还是要的 她做的那些名声必需品是吧 必须有些东西可能会生意 可能清淡会清淡一点 但是还是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采源 我觉得会不至于 可能那些普工可能会少一点 但是像她这样子的中程管理 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应该不会采远 今年这个形势不太好 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人 有房贷有车贷 那些那些人如果失忆了的话 那就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如果没有及时的环上的话 会真心会影响真心 甚至会被起诉都有可能的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以来 我不想买房的原因吧 因为时电太长了 二三十年中 因为经济是有周期的嘛 房冷期消退期摔退期 还有恢复期 四个周期 所以就是说收入有多有少 所以说我不能保证 这个二上十年 我能不能把这个钱付掉 所以我的人生策略 就是说轻资产 我觉得人生体验是最重要的 你要去体验 要做一个生活的体验师 就是去体验生活 去哪里看看往往走走 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 而不是说整天去工作上班 然后还带 然后在工作在循环 我不希望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那些种植上的东西 我都不买 房子不买 没必要 有房子先先住着 是不是觉得我比较悲观 确实 反正我的策略就是做一个轻资产的生活体验者 我宁可花点钱出去玩一下 不愿意买个房子买个种子上的东西 因为种子上的东西 你不知道未来的趋势怎么样 未来房子会涨价还是贬值 都不清楚 希望疫情尽快结束 让我经济腾飞 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说到这里 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请在关注点赞分享 谢谢大家 我是景哥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